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呢 以华为P30系列领衔的国产品牌 接连推出了重磅机型 一路穷追猛打 连iPhone XS Max系列为了维持销量都要降价促销 那三星的S10系列也是在所难免 加上Galaxy Fold因为质量问题接连跳票 白白的浪费到了积攒起来的人气 那随着Note10系列的发布 2019年下半年的争夺战正式拉开序幕 Galaxy Note系列能否表现得足够让人满意 能否会在抢手如临的2019年成功突围呢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Note10 Plus的开箱体验 过去呢 Galaxy Note系列习惯用方正的巨型 为了和Galaxy S系列有所区分 如今二者的界线逐渐趋近 但是依然可以看出二者的差异 Galaxy Note10 Plus的边缘过度来的更直接和突然 和S Pen搭配还是有一些熟悉的商务感 作为智能手机大屏时代的创立者 Galaxy Note系列呢 理应在屏幕尺寸上占据主动 而Galaxy Note10比Note9还要小一点 只有Note10 Plus达到了6.8英寸 不过呢 有了Infinity O和超声波指纹传感器等先进技术 Note10系列呢 在体积和重量上得到了比较好的控制 和前代相比呢 更轻薄 Galaxy S10系列在屏幕右上角冲孔实现全面屏 到了Note10系列上呢 仅有一枚前代